接下来要来看看国外的状况又是如何 首先来看到美国 根据统计 2003年的时候 全美国18岁以上人口当中 终其一生都维持单身的有5200万人 加上离婚的2200万 丧偶的1400万 总共达到了大约8800万人 占成年人口的40% 但是到了2010年 单身人口已经成长到9960万人 比例也增加到了44% 单身人口成长了 但权益有没有受到重视呢 我们到加州 拜访研究单身歧视多年的社会心理学家 他写了Single Out这本书 在台湾的中文书名是 单身不是你想的那样 提出了单身歧视这个概念 他指出 美国因为推从家庭价值 连法律都保障已婚人士 让他们享有比较多的社会福利 缴税的时候却又缴的比较少 等于变相的惩罚单身一族 单身歧视有哪些现象 要如何改善呢 带您一起来看 一边玩手机 一边把餐点送进嘴里 从头到尾几乎不抬头 似乎连吃了什么也不太重要 虽然没有人分享 但在美食街里独自用餐 至少可以选个自己喜欢的位置 如果是到餐厅 可能就会被安排到 靠近厨房或洗手间的角落 因为有太多人 不自觉的歧视 单身一族 他是单身不是你想的那样的作者 他大声说出单身歧视的字眼 激起许多回响 他发现 这样的问题在美国越来越严重 他自己就曾听过房屋仲介 用怜悯的语气对他说 真可惜你没结婚 买80来回票要68元美金 但邻居夫妇两人同行 一个人却只要58元 也让他觉得很不公平 人家是英文人收编辑的 married人家 他们要全包装 人家是英文人收编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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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百分之百多人 18年年代的人 相对都很相当 他们仍然有了 或是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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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现在 每个人你接下来 相对 作為一個結婚 是失敗或甚至罵 幾乎你的可能性的客戶 拜訪貝拉是在星期天的午後 穿著寬大襯衫棉布長褲的她 正在為自己的新書教稿 這一次談的還是單身議題 她分析說 美國文化習慣用結婚與否 來評斷一個人的人生 即使這個人是知名主持人 巴巴拉華特斯 也不例外 你不拿我的眼睛 我會不會拿我的眼睛 但我會拿我的眼睛 我會拿你的眼睛 這些人 他們是新的 有這些 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相關與其他人 像朋友他們絕對 我認為 我認為有孩子 所以 為何 這些類型的 相關 是 貝拉把經常拿來形容單身人士的五個字彙 融合成了blend 責備這個字眼 也就是辛酸苦悶 沒人疼愛 孤苦伶仃 慘淡落寞 還有嫉妒成雙成對的人 貝拉說很多人替單身人士貼上 你們都該責備這樣的標籤 因為在婚姻萬歲的主流價值下 單身一族似乎成了孤單自私 而且不願意付出的綜合體 在美國有超過一千的法律 貝拉指出全美有1138條聯邦法律 是對隱婚者有利的 例如繳納聯邦稅款時 如果年收入是5萬美元這一級 單身者要繳超過9000美金 比已婚夫妻多35.4% 貝拉買醫療險和汽車保險也會因為單身 費用硬是比已婚者多出33% 這種種種的不公平都是單身歧視 所以有時候我會來這裡 我會來這裡做食物 邀請我們走到院子去享受加州的溫暖陽光 貝拉捧起樹上的檸檬開心地說 這是她下廚的最好調味品 她經常在中午做菜 邀朋友來共享美食與美景 但這樣快樂的單身生活 卻招致一些人的反感 因為如果他們想相信 你必須結婚為開心 那這個單身的單身是一個問題 貝拉認為這種婚姻快樂迷思 應該早點打破 因為時代已經變了 經濟 性愛和生小孩 都不一定要靠結婚才能達成 像她自己就是一個快樂單身的好例子 可能單身 你不是不成為第二選擇 但這是你的最好的生活 現在當然不是每個人 但對某些人來說是真的 只是單身狀態很容易變動 因此很難集結成團體 一起來反抗歧視 但貝拉說 希望單身人士能甩開 單身就是悲慘的這樣的想法 如果能站出來為自己爭權益 那就更好了 如果不行 那麼化整為零 從個人從生活中開始 反單身歧視 未常不是一個好方法